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绑室关节 有些朋友以前也听过我讲的讲座 我待会放出一个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传个PDF给Helen 传出去 今天的presentation有中英文 尽量已经放了很多资料在presentation里面 有些东西我就会更多解释 每次我们做讲座 我就会和你们说 每一个部位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学的 今天我们只会触摸一下 一些关于室关节的痛楚和情况 好的? 今天我们就讲室关节 每次做讲座 一定会做一些解剖学式的 看看我们的膝头脖 含有什么骨位、关节位、肌肉和根位 现在我们就在看我们的膝头脖 这个是我们的右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腿骨 英文叫femur 下面的骨 英文叫tibia 其实我们这个骨之间 是我们的关节位 而我们的关节位是有个半裂板 两边的半裂板 令到我们的褥动又软一点 还有有空间的位置 我们也有前面有个patella 如果你自己看摄一下膝头 现在有个软弱的地方 就是你的patella 那个位置 patella 夹我们的下肢的位置 我们有些痕带和根 而保护我们的膝头的关节位 在我们的外面也有肌肉 OK 看看我们的关节位 刚才说的 上面大腿femur 下腿叫tibia 中间的空间 是我们的半裂板 半裂板 其实我们有两块 一个在中间的位置 一个在外面的位置 通常我们每一个关节位 都有些软骨 好了 那我们屈脚 屈手 屈腰 我们的软骨 令到我们有水分 还有动力 也都顺一点 和滑一点 那这个图案 就说回我们的软骨的位置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年纪越大 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软骨 开始蝕 令到不同的关节位受损 那看回我们的半裂板 现在我们看的是上高的图片 亦都是右脚 我们第一个图片 我们是看前面的方面 这个第二个图片 是看上面的方面 那我们上面的方面 你又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的半裂板 两个形 两个C字形 我们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是右脚来的 我们的medio 在我们里面 膝头的那个半裂板 你看到 那个软骨 是不是小一点呢 幼一点 我们外面 就叫Lateral Meniscus 外层的半裂板 那个C字形是粗一点的 其实这个不能解释 为什么两个形不同 我们删出来是这样 但是如果看上去 两个C字形 一个比较粗一点 一个比较厚一点 你们大家想想 如果是伤的话 受力的话 哪个半裂板 更容易伤呢 通常是幼一点的位置 因为会吃力一点 吃力一点 其实伤也会最容易 因为没有那么强 没有那么厚 另外 膝头骨有什么呢 就是一些滑浪 滑浪 和肌肉 和银带的位置 我们的膝头骨 有很多滑浪 滑浪是在骨 和肌肉之间的位置 那些滑浪 是使我们移动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 不要常常痛住骨 磨损到肌肉的位置 但是如果有时候 我们弄傷 受伤 这些滑浪 也很容易发现 而令到脚肿 或者膝头肿 所以有时候我们弄傷 尤其膝关節弄傷 我们要分配 其实我们肿的情况 因为我们的关节位肿 我们的半圆板 令到我们的膝头 那种 是我们的滑浪 发炎 或者是肌肉筋 发炎 令我们的膝头 的情况 肿和辛苦 当然是最后说 肌肉 我们的肌肉 就是希望 保护我们的关节位 不仅是膝头骨 其他的位置也是 我们的大腿 英文叫quadricep 就是我们的四头肌 这个其实是差不多 我们的最大 身体最大 和最强的肌肉 如果你想保护膝肌 我们最重要是 增强我们的四头肌 这个就是我们的前面 大腿的大肌肉 后面我们的肌肉 这个肌肉是我们的后面 也是帮助我们 保护后膝 后关节的位置 也很容易变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坐得多 我们坐得多 我们坐得多 是否经常压着这个肌肉 那么它就很容易变弱 软软软软 或者没有这样的肌肉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运动 亦都想增强肌肉 保护我们的后腿 和后关节 下腿当然有了 我们的小腿肌肉 也很重要 因为全部这些肌肉 都会穿过或者 经过我们的关节的空间 这些图片 现在有中文和英文 所以好像有很多东西 因为我想确认大家 看得清楚 如果听不清楚 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膝关节 如果痛的话 有什么形象 第一 当然是膝头疼 第二 或者会肿胀 或者瘀青 第三 活动范围减少 因为伤过来 你不太想动 走路是否稳定 或者要爬楼梯的时候辛苦 起床那一刻 会不会硬一点 或者腫一点 或者痛一点 或者舒缓一点 或者舒缓一点 走走走 你的膝头会不会 锁死了 不动 或者睡咬的时候也会痛 每一个形象 或者症状 可以帮我们 或者认断 或者认断 你是什么受损 是你的肌肉受伤 滑浪受伤 痕带 软骨 或者肌肉受到的情况 每一件事 你如果去家庭膝胀 但你虽然是膝胀痛 很多时候 病人就会去家庭医生 说 可否照一照X4P 或者开一下药 是否关节痛 或者肌肉痛 不知道 但医生通常会问一下 你的情况 你是怎么受伤 你是怎么弄傷 你是怎么弄傷 是突然之间弄傷 或者是慢性感 加加慢迈而来与 变得差 其实也可以看看 你的痛楚 有没有解缓 其实你限度特别痛 或者你休息痛 如果你休息痛 如果你休息痛 可能是软骨有问题 或者整体的关节 但如果你走路痛 可能全部都是 我们要排除一下 问一下问题 希望针对在哪些位置受损 看看你的工作上的情况 你的姿态 看看你做工 是否需要站 屈屈 坐 有时你在公司坐 有没有轿脚 很多样东西都可以增加 膝头的整伤的机会 英文 有一样东西是 System Review 就是看看你的系统 整个功能 为什么要问一下你的身体功能 是因为有时 我们身体上的问题 肝 心脏 或者神 可能都会弄到我们 有膝头疼痛的形象 所以我们也要问一下 会不会问话 如果是真的在膝头疼 我们就要做一个检查 laat because it's more for you 承评 有没有肿 是什么语 什么能在头膝里 子上 down 换 theat 看看避烈 是否赶得ratos 有没有贺慕 是否再次看 太호 就那些用蠔 zap 提高 刮 为何要做神经线的测试呢? 如果有神经线的影响, 可能你的痛症未必有膝蓋来, 有时候会从你的腰椎来, 或是宽关节的位置, 让你的膝蓋有痛症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要看上下, 即是膝蓋上下的范围, 看看你有没有比平足, 如果你有比平足的话, 它很容易令你走路的姿势不好, 膝蓋的脚力就不是直走, 膝蓋会有时候歪了一边, 或者歪傾向中间走, 很容易就失去中间的远骨位置, 如果你的宽关节, 英文叫Hip, 如果你的Hip有问题, 而令到你走路, 或者踩一踩一踩一踩, 就了力, 它也可能令到你的膝蓋受损, 所以有时候病人来看, 不只是看膝蓋, 虽然或者是膝蓋痛, 但未必是因为膝蓋的情况, 令到膝蓋痛, 可能是因为你走路的姿势, 宽关节的位置, 或者脚的情况, 令到你的膝蓋有影响, 如果真的膝蓋有问题, 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 骨神经理治疗师, 怀疑里面或者有些情况在发生, 他可能要叫你去照X光片, 通常X光片, 只能看到骨神经理治疗师, 如果有退化, 或者你的膝蓋撞得很厉害, 我们照X光片, 就希望看看你的骨有没有撕裂, 如果是想看看有没有关节的问题, 就是看骨的空间,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上次我也说过, 那些关节的位置的情况, 其实X光片是看到钙的成分, 那些组合东西, 骨就是X光片看到, 因为骨是钙的成分, 最多的, 我们的软骨是水的成分, X光片是会变透明的, 如果你看到我现在正在指着的关节位, 你会看到我们的大腿骨在上面, 下腿骨在下面, 跟着我们中间有些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代表我们的软骨还在, 以及齐全, 以及我们的正常X光片, 如果你有机会问照的话, 需要照的话, 以及叫医生给你看X光片的照片, 你就想看看两边的角度是一样, 这代表你的关节位的软骨还不齐全, 以及平均的, 我等会说回如果真的有磨损, 那些图片是什么样, 或者你弄了, 或者肿胀, 或者是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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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想看骨位, 或者是关节位, 我们可以叫你照超声波, 看看你的根有没有撕裂, 有没有弄伤到什么银带, 超声波可以帮你看到这些情况, 如果你的膝胀是重得很厉害, X光片不是看得很清楚, 或者超声波没有给很多资料的话, 我们就可以叫你照一照自力共振, 自力共振, 英文叫Gold Standard, 就是什么都看得到, 就是你的骨位都看得到, 軟骨的空间, 有没有肿胀, 有没有水分, 后面这里你的肌肉, 肌肉都看得到, 膝肚的位置也看得到, 黑色这些位置是我们的肌肉, 其实是根, 上面这条根, 黑色这条根, 后面有小腿肌, 白色这些位置是骨, 其实刺力共振就比较见得很多, 还有见得深厚一点, 那我们今天讲, 我们会讲几个情况, 膝胎哥其实很多样东西都可以发生的, 但这些就是我常见的情况, 第一就是半月板的撕裂,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有两个软骨的位置就叫半月板, 雷峰湿, 或者有炎症性的关节炎, 痛风, 肌腱炎或者滑浪炎, 以及骨性关节炎, 其实这些是最 common一点, 当然有其他的情况, 或者你有的情况要参考一下, 或者我们要诊断, 我们要做个检查才知道, 第一个话题就是膝胎哥痛的情况, 谁有什么风险的因素, 通常女性很多情况会比较差一点, 因为我们今年期快一点, 而且身体是始终, 不是每个人, 是一般会比较弱一点, 我们要看年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功能, 尤其是膝胎哥位, 观节位和脚位, 如果过重也是, 如果过重的话, 那些关节位就会受到多些力, 如果受到多些力, 就会用一些伤, 和退化和模式, 看过游症, 有没有以前症患, 曾经受过伤, 和你的活动力和体力的平衡, 看看你上班需要不需要射站, 或者屈住脚, 还有你有没有做运动, 有没有跑步, 打羽毛球, 很多这些活动都会令到膝胎口受伤, 如果不保护。 第一, 我们来说半月板的撕裂, 英文叫meniscus tear, 其实半月板的撕裂是任何年纪都可以发生的, 是因为弄傷了, 通常才会有半月板的撕裂, 怎样弄傷了呢? 就是你的脚踏着地, 然后膝胎就特别转弯了一边, 很多时候就是怎样呢? 我们英文叫footplant, 你的脚踏着地, 但是你的上身想动, 但是你的脚不动, OK? 那么那个转位呢, 就去到你膝胎的位置, 如果突然之间转一转, OK? 而下脚踏得很紫在地下的位置, 膝胎很容易受伤, 我其实几年前有个病人, 就是疫情之前, 就是去游轮, 他就去游轮, 出来玩游轮, 他跳, 在船上也跳下来, 他跳一跳, 脚踏了地, 但是膝胎不稳定, 咬一咬, 整个转位就差不多躺在床上, 就是因为令到自己的半月板撕裂, OK? 如果是年纪大那些, 他为什么会有撕裂呢? 因为那个半月板可能水分就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年纪大一些, 我们其实流失很多营养的因素, 如果我们放得床力多在那个位置, 突然之间想着, 我们不如走一走, 也很容易弄伤半月板的位置, 最常见的是哪个半月板? 我们有中间的半月板, 和外层的半月板, 最常见就是中间的半月板, 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 我们中间的半月板是幼一点, 第二, 我们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人是向中间的线走, 你不见我们好像鸭仔向外走, 我们如果走中间多一点, 其实我们的力度到了中间的位置, 所以其实膝胎就会受损在中间的位置多一点, 因为我们的力度到了那些地方, 接着呢, 有什么体微停征状呢? 通常是会痛, 痛, 还有肿, 如果你撕裂了, 其实这个情况, 就是locking, 我们的膝胎会连锁了, 其实是很大的显示, 你可能撕裂了半月板, 是怎样locking呢? 就是你屈, 当你这个, 你撕下你的膝胎, 这个关节位, 好, 你走来走去, 可以, 但是你屈了脚, 接着, 他就不想再屈了, 可能呢, 有那个半月板, 卡住那个locking, 所以你就要硬来, 拍开那个位置, 那个半月板卡住你的关节位, 令你有locking的情况, 那当然如果你痛, 肚子, 肚子, 膝胎的范围都会减少很多, 或者伸直, 完全伸直, 或者完全弯曲, 就会比较辛苦一些, 还有大多数, 如果真的半月板撕裂, 你会听到哀哀哀声, 但是这些哀哀哀声, 是痛的, 下一个就是铝峰湿关节炎, 铝峰骨湿, 铝峰湿关节炎, 就是女性, 辛苦一些, 情况会差一些比男性, 这些通常是过了大约55岁的情况才会发生的, 那这样就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开始不认识我们自己身体的物质, 它就会对付我们的关节的液体, 那我们就要分配, 你是铝峰湿关节炎, 或者是普通的关节炎性, 就是骨性关节炎, 有时候我们照顾时就会看得清楚一点, 但是如果说起来, 我们就要看你的诊断, 文化, 痛的情况, 就可以有些少分配, 你是铝峰湿关节炎, 或者是普通的关节炎, 那它们两个其实有什么分别, 我们看回我们这三个图案, 第一个图案, 我们就看到是健康的关节位, 我们上面有大腿骨, 然后有下腿骨, 有肌肉在外层, 我们中间这些深色的是滑液, 这些浅蓝色是骨胶原, 保护骨位, 那么我们的液体,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多了, 动动就很柔软, 屈上屈下, 没有感觉的, 但是如果开始流失一些液体, 或者开始退化, 水分身体越来越少, 我们的液体就开始越来越少, OK? 那么, 去到某个程度, 我们的软骨就磨舌, 令到骨磨骨的情况, OK? 那么这个情况, 如果骨性关节炎严重的话, 屈脚就比较辛苦些, 尤其是屈喉, OK? 这个图案就是骨性关节, 你会看到是磨骨的, 骨磨骨令到你痛, 如果是铝风湿关节炎, 这些液体还在, 但是是你的液体发炎, OK? 是一些液体退化, 令到你的肤肌痛, 还有有肿的情况, 那么这些通常, 你其实还可以屈脚, 但是屈脚的时候, 是很痛的, OK? 所以其实很多样东西看, 每一个情况, 诊断, 要测试得比较, 想准确一点, 就做测试, 做完测试, 或者要照一照, 看看你的情况是有什么造成的, 那有什么sign and symptoms? 如果是铝风湿关节炎, 起码一个小时的僵硬, 如果你有铝风湿关节炎, 起床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现在我们做事做得辛苦, 晚上我们的关节位很容易变硬, 所以有时候我们起床觉得辛苦一点, 但是如果是铝风湿关节炎, OK? 我们未必, 移动一下移动一下就会顺一点, 是否起码一个小时, 才觉得有少少的解缓, 如果是铝风湿关节炎, 15分钟至半个小时, 你动动一下, 走来走去, 或者动一下手脚的位置, 这些关节位其实会舒缓一点, OK? 如果是铝风湿关节炎, 这些关节位会白红, 会变红, 或者会比较重一点, 而且是双方的关节会有影响的, 因为始终你的身体针对自己, 因为免疫系统差, 它也是会针对两边的位置, 不只是单脚, 如果是单的位置, 可能是因为功能的问题, 不是因为身体的免疫系统问题, 还有关节开始有矫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 或者七职朋友的手指开始变形, 握法指也握不到, 有时握叉也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那些关节位去不回以前的位置, 那些软骨, OK? 令到那些手指向外, 因为我们那些手指向入就会比较痛一点, 因为我们做事多, 它们想向外, 你没有那么辛苦, 好像在膝头那样而已, 我们里面的位置, 如果你雷峰湿关节而痛的话, 你会看到你的脚位的形, OK? 可能L字, V字不出去, 不是弯曲进去的, OK? 所以全部都是向外的倾向, 下一个就是痛风, 这个痛风是男人多, 不是女人多, 通常我们中文就会叫这些痛风是富贵病, 为什么? 因为通常是吃得好, 喝酒多, 享受多, 和少做运动, 但是也是有遗传的因素, 我们通风是因为我们的腎排除的情况, 运动不够好, 我们有那些疗酸,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的腎排除不能好, 留住在身体的位置, 它就会回到我们身体的弱关节的位置, 我们看到这个右手边, 我们这里的脚是肿的, 我们其实通风是很多关节都会受到影响, 看看你身体的弱点的关节位在哪里, 那如果你看回通风, X光片, 不是X光片, 你如果在你的膝图抽了血出来, 它是炎, 你会看到其实尿酸的形状是什么形状, 我们右边有一个图片, 所以说, 尿酸的水晶是一粒粒的, 所以你如果认识一些朋友, 有痛风, 你就会想象中有多痛, 有尿酸, 因为那些水晶不只是一两条, 而是很多条, 有尿酸的水晶, 那如果有痛风, 大部分人是要吃药, 那些食药就希望帮你排除尿酸出去, 让你的神运作好一点, 而且要改善食用, 很多东西就不能吃了, 当然是红肉, 没有喝过很多酒, 汗, 蟹, 龙虾也要减少, 因为这些情况增强身体的尿酸, 有什么症状呢? 如果有尿酸, 是很痛的, 即是走路会飙眼泪那种, 会肿, 蓋尾也蓋不了, 一碰一碰, 就会令到别人哭, 受影响的关节位, 直接动都不能动, 因为痛的程度是十分之十, 大部分见的位置是大脚趾宫, 因为通常脚趾宫是小关节位, 但因为整身的聚力去到脚趾宫位, 所以很容易受损, 第二就是我们的脚趾宫位置, 跟着脚, 跟着膝头, 手肘, 手指, 手腕, 我都见过有疗酸, 痛风疗酸, 但比较少些, 通常是下身的关节位, 下一个讲就是肌肩炎和滑浪炎, 肌肩炎就是英文叫Tendinitis, 滑浪炎是叫Bursitis, 有个炎子, 即是有发炎, 初期的情况会令人发炎, 刚刚弄傷, 跌傷, 扭傷, 会令身体有炎症, 会特别痛些, 肌肩炎和滑浪炎是什么年纪都会有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其实个人都可以容易弄傷的, 跑步, 打球, 在地上收拾东西, 或者跌倒也很容易弄傷某些地方, 膝头肩也是, 如果跌倒, 你跌到膝头的位置很容易拉上筋, 或者银带, 或者活动量来增加你受损的情况, 因为通常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的膝头肩已经施了很多力量, 所以如果做错的位置, 也很容易令到这些位置受伤, 受伤的情况, 我们就要分配, 或者诊断, 你有肌肉的创伤, 或者肌肉滑浪的创伤, 或者银带, 就要诊断, 治疗的方式或者有些少不同, 下一个就是骨性关节炎, 就是Arsteoarthritis, 就是最常见的骨性关节炎, 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老年的情况, 但是, 年轻也开始有早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或者做运动多, 我们的工作上的问题, 令到我们的关节磨损比较快一点, 和增加, 那如果我们开始年纪大一点, 我们的水分越来越少, 我们其实去到某个年纪, 我们就要吃点东西, 或者做运动, 来保护我们的关节位, 让它不要退化得这么快, 那有什么风险呢? 其实, 好像所说, 退化性, 骨性关节炎, 大家都有的了, 只不过, 有多少, 和多早有这个情况, OK? 我们的家事, genetics, 可以是遗传, 如果我爸爸妈妈, 两个都有骨性关节炎, 或者我可能会早有这个情况,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会多坐, 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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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 令到我们的塞得哥受损, 运动量, 过重也是, 如果你过重, 或者说, 很多人过重, 都是上身过重的, 如果你重, 我们的下身的关节, 就要用多点力了, 其实, 如果是上身, 我们上身的为止, 重一个, 我们下身的关节, 尤其是膝蓋的重量, 加速了四倍的, OK? 四倍的重量,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关节痛, 尤其是膝蓋, 脚、眼、 宽关节, 而是过重, 我们就希望减轻一点, 如果减轻一点, 至少关节的压力都会少很多, OK? 肌肉关节用得多, OK? 这个当然, 用得多, 磨損就比较多了,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症状呢? 第一, 就是腎祖僵硬, 刚才我和你说过, 骨性关节而僵硬, 是会少于一个小时的, 通常是大约三个小时至半个小时, 你起床是会特别硬, 然后走着走着, 走着走着就会松了很多, 如果是内风湿的, 大约一个小时, 或者多一点, 才会解缓这个情况, 如果你不动, 关节位就容易有点硬, 还有少的范围力, 痛, OK? 手肿, 手肿, 脚肿都会有这个情况, 有时候, 脚筋, 因为水分少, 关节也动得少, 都会令到你周围的肌肉受损, 而且有哺哩巴拉声, 但是通常骨性关节的哺哩巴拉声, 是不痛的, 刚才有没有人记得, 我也说过, 如果有哺哩巴拉声, 痛的话, 是会有什么情况呢? 或者OK? 这个就是半月板的撕裂, 如果有些哺哩声, 尤其是屈, 屈脚, 蹲下, 有些哺哩声, 可能会是痛, 可能会有半月板的影响, 但如果你屈脚, 有时候动一下, 听到一些声音, 但是不痛, 就是因为退化的程度, 看回这个位置的图案, OK? 上面就是一个健康的膝关节, 我们有的大头骨, 我们的大腿条骨, 小腿条骨, 中间有一些软骨, OK? 中这个位置有一个水液, 如果是骨性关节炎, OK? 初头, 我就讲开了, 就是我们的软骨被摸摄了, 因为我们用力多, 我们的功能性, 或者令到它越来越减少, 越来越减少, 我们的骨就会开始骨磨骨, 那些范围就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开始生骨刺, 那些骨刺就令到我们痛, 不想动, 那我们如果受算到这个程度, 我们就要看看有多严重, 需不需要做什么治疗, 来预防它更加差, 或者做什么治疗, 来解缓你现在的痛症, 有四个阶段, 如果是骨性关节炎, OK? 我们刚才谈了一个照X光片, 对吗? 如果照X光片, 我们看白色是骨位, 两条骨中间应该有差不多的空间, OK? 那stage1, 我们看到还有空间的, 两边都有空间, 也挺平均, stage2, OK? 开始减少了, 这里这个空间是这样的, 第一, stage2开始减少了两边, OK? 第三, 看到一边中间位已经越来越了, 第四, 那个空间也差不多没有, 即是远均已经越来越了, 你差不多是骨磨骨的情况, OK? 那看看哪一个stage, 你就要去看那个专业人士, 看看如何帮你保护膝肝, 或者看看你下一步是如何, 那如果你去到第三个stage, 但是你不痛, OK? 他可能会建议你打雷骨唇針, 打雷骨唇針, 打雷骨唇針, 但是如果在第三个stage, 开始痛, OK? 他可能会建议你打雷骨唇針, 打雷骨唇針, OK? 但如果在第四个stage, 骨磨骨的情况, 而这个情况影响到, 你日常生活不能走, 屈不住, 整天痛, 他可能会建议你做手术, OK? 那看回我们的X光片, OK? 正常来说, 空间是阔一点, 如果Loss or Joint Space, 的关节位失了, 我们就开始减轻这个范围, 关节位也有骨瓷, 有什么治疗的方式? 我们其实, 膝蓋疼, 谁想做手术, 尤其是初期的痛症, 我们就希望保护, 做一些保守的治疗, 让它增强, 打回关节位, 让它没有那么确实, 还有, 补充自己, 提供一下我们有什么可以做, 让我们的水份 不要蝕得那么快, 我们有些保守治疗, 一样就是做按摩, 按摩疗法, 让它鬆一下关节位, 矫正, 让你的关节鬆化, 打开, 或者有磁力控制, 超声波, 电疗, 针灸, 止痛, 希望针灸也可以帮你增强关节位置, 营养, 和善良, 吃些没有那么多炎症的情况, 吃得健康点, 水份更多, 我们希望身体的关节会吸收更多水份, 和补充, 最重要是做运动, 其他的治疗方式, 包括有药物, 止痛的药物, 或者消炎, 如果初期弄傷了, 真的很痛, 如果真的有药物, 对你的效率, 我都会说, 吃下一两个星期都可以, 但希望不要靠着药物, 因为药物是帮你避免的痛症, 不是真的治疗痛症, 你也想保护你痛的情况, 找出原因, 你会有痛的情况, 其余那些是包括雷固醇针, 或者要做手术的, 我们的组织治疗, 包括矫正术, 针灸, 超纤波治疗, 电量和做运动, 这些就是参考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关于打针和做手术, 最好就问回你的家庭医生,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如果有膝头疼痛的情况, 第一, 我们英文叫Hydronic Acid Supplement,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打液体, 我们的关节位有些液体, 是我们的身体自然有的, 但是我们如果越来越大, 开始流失, 我们的液体也很难再重建, 就可以打一些针, 来放一些液体, 在膝头那些位置, 让它柔软一点和滑一点, 这些呢, 有时会好几天, 几个月, 几年, 就是看回你的反应, 每个人的反应, 尤其是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 是会不同的, 而且这些呢, 是要自己付钱, 大部分都要自己付钱, 来打这种针的, 第二呢, 就是雷古纯针, 雷古纯针就是, 差不多是手术之前的方法, 你希望帮你止痛和消炎, 让你起码日常生活做事, 没有那么辛苦, 但是呢, 它不会增加, 什么物体在你的膝头, 只不过是, 那些止痛药, 是放在刚刚的膝头那些位置, 来帮你止痛的, 有些人对雷古纯针有很有作用, 几个月或者几年, 都不会觉得痛, 但是有些人呢, 我知道打过, 第二天都更痛, 或者没有效用, 第三, 就是arthrosynthesis, 如果脚肿, 令到你动动不方便, 屈脚都屈得不好的话, 医生可以帮你抽出那些水, 尤其是肿胀那些位置, 但是你也要知道, 它抽的水是会舒缓, 但是如果你身体的问题令到它胀胀的话, 你每次抽, 关子位也会再涨, 所以你不是抽得很多次, 来舒缓你的情况, 但是起码有些人就是想减少, 当时的痛症, 最后就是换膝头盖盖, OK, 就是如果你去到第四个stage, 骨磨骨的话, 你的膝头盖的痛, 影响到你日常生活比较辛苦些, 所以医生就会看下你的年纪, 你日常生活需要做些什么, 看下你会否有能够有闻膝头盖的情况, 那他就会建议你做, 其实闻膝头盖是很普通的, 现在, 因为我们去到某个年纪比较伤, 和恢复的情况都比较高些, 但是很多人不想做手术, 始终都要开刀, 那很多时候我就建议, 你如果知道膝头盖痛了, 不想去到这个地步, 你就要保护你自己的膝头盖, 说一下营养, 避免有炎症的食物, 我都说了, 面粉, 或者有点粉, 或者高糖, 脂肪高, 是有炎症的成分, 令到你或者身体会增加的, 有时候有些病人来说, 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星期特别痛一点, 我有人试图问一下, 你是不是吃了牛肉牛扒, 有没有吃龙虾蟹, 有时候他们都会有, 可能是, 吃多了某的食物, 令到它更加疼, 或者令到关节更加疼, 那, 吃多些减染症的食物, 好像三文鱼, 仓鱼, 杏仁, 龟心果, 多些水果, 生果, 葱, 洋葱, 姜, 全部都, 对身体会比较好的, 保护肥养系统, 还有, 吃多些Omega-3, 也可以帮消炎, 有消炎的成分, 刚才就是这个英文版, 就说回, 吃很多脂肪, 高糖, 吃多些三文鱼, 行人, 水果, 水, 喝水, 健康的提示, OK, 其实不但说因为膝蓋的位置, 腰, 肩位, 手位, 脂肪, 脂肪, 全部都很重要的, 是吧? 因为如果你弄傷某些地方, 你其实整身都会受到影响, 是吧? 那就要保持运动, 尽量, 我知道疫情就令到很多朋友留在家多些, 不能出去打球, 游泳, 所以我们其实人呢, 疫情方面就变得更加懒, 肚腩更加大, 所以希望一开放, 就可以出去community center做运动, 跟上一些online dancing, 都会比较好些, 最重要是有动动, 还有安全第一, 做什么都要安全的, 做运动不要穿拖鞋, 对吧? 穿对球鞋, 或者没有穿襪, 脏大脚, 会比较稳固些, OK? 减绑, 刚才好像说的, 但是如果你上身重一磅, 是下身四倍的磅数, 即是四磅是你的膝头位的, 那你知道如果, 不知道这两年增加了15磅, 减回10磅, 不用你减回15磅, 减回10磅都可以的, 做运动的时候, 拉脚, 行路啊, 有一家车游泳, 全部都对膝头的关节都很好, 跑步就会比较伤一些, 因为我们有那个vibration, 弹性的情况, 所以其实会很伤膝头鞋, 我宁愿你快步走, 会对膝头鞋没那么伤, 骨隔好, 希望我们会保护一些位置, 不要磨, 磨损, 如果骨隔好, 我们身体的丐也会更多, 对不对? 腹肌啊, 如果弹性一点, 做事都容易小伤一点, 而且如果你真的有关节痛, 某个位置痛, 记得尋求专业尤士, 帮你教训你对的运动, 和姿态来做某些东西, 运动, 我不记得有没有人来过这个讲座呢? 当时在Angus Glenn那里做的, 2020年那时做的, 刚刚在Angus Glenn Community Center做的, 就是保持关节运动的范围, 和增强肌肉关节的位置, 哇, 2月11日, 疫情之前, 刚刚一个月之前, OK, 那我们今天就加一些运动来增强的位置, 第一, 现在大家都坐在这里, 可以一起做, 对不对? 就是, 坐在这里, 举高一只脚, hold住它5秒, 如果大家hold住那时候, 看一看我小的图案, 好, 好, 又像头子那样说, 大家伸直一脚, OK, hold住它5秒, 你们会感觉到, 就是你的大头肌了, 大头肌正在增强,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 这样举, OK, 伸直它向上, 其实最好呢, 就是脚趾向天, 向天来做, 通常hold不了, 接着另外一边的脚也是, 你呢, 其实, 不停坐在这里, 你都会感觉到, 你整个脚位, 啊, 膝固周围的肌肉, 都有些少硬的, 所以不一定要很激烈的, 你都不停留住它, hold住, hold住, hold到累都可以, 跟着放放低, 轮流每一边都做, OK, 跟着呢, Squatting了, OK, 有一张椅子在后面, 你坐在那里, 你便扎马下去, 你便希望扎, 差不多膝固, 不要太超过脚趾高, 你便向上, 向下, OK, 这些呢, 亦都是增强回, 膝固的关节位, 那些地方了, 这些通常是增强的运动, 是啊, 想下, 想下, 如果你想要难一点的话, 后面就不要放一张椅子, 但如果起码有一张椅子, 你知道, 你如果失控了一点, 你也有地方坐一坐, 其实你如果没有椅子, 是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要稳定一点, 然后稳定一点上, 第二, 这些呢, 就是站在那里做的运动, OK, 大家可以站在后面那张椅子, 拿着那张椅子, 你保持力度, 免得跌的, 如果不需要拿着那张椅子都可以的, 第一, 就是起床, 那个后脚, 踢向后, 英文叫做Leg Curl, 这个呢, 就是帮你增强后脚的肌肉, 你没有放下哦, 你hold住5秒, 先放下, 接着另一只脚又是, 对了, 接着放下, hold住5秒, 好, 接着放下, OK, 两边也是的, OK, 你可以不握都可以, 即是不握椅子都可以, 不握椅子都可以, 不握椅子的难一点, 握椅子起码保持一点点的平衡, 第二, 就是夹高脚了, 两只脚夹高, OK, 就是增强小腿的肌肉和脚的位置, 那么小腿的肌肉呢, 它都会穿过后面的关节的, 那你呢, 你夹高脚的时候, 就是想增强小腿的脚趾, 那些脚力了, OK, 接着, Standing Squat, 你拿着一张椅子, 又是扎马那样, 轻轻地扎马, 但这次就是hold住的, hold, 1,2,3,4,5, 慢慢上回来, 上的时候慢慢上, 不要弹起身, 因为你慢慢上, 也都会令到脚力, 稠一点的稀微的力度, OK, 接着, 拿着一张椅子, 打侧了, 脚, 可以帮你侧强側面腿的肌肉, OK, 踢个脚出去外面, 打側地踢, OK, 打側地踢, 踢不到你, 看不到你, 然后有镜头, 我的房间比较小, 就是这样, 打側地踢, 每个高, OK, 45个就可以了, 打側地踢, 打側, OK, 通常会hold, 你也会感觉到, 旁边这些屁股位, 膝头的位置会开始圆的, 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或者躺在床的位置, 都可以做得到, OK, 就是这样, 脚也是举, 在家里面, 举一举, hold住, 放下, 举一举, 放下, 然后, 然后呢, 就是, slide的脚向后, hold住, hold住, 放直, slide的脚向后, 放直, OK, 那这些呢, 就会增强周围的肌肉, 我会传一些图码出来, 给你看, 如果, 喂, 现在没有床, 这些人在床里睡, 躺下的时候, 第一次, 举高整个脚, 脚趾呢, 向着你的头位, 就会帮你, 增强你的整个脚和腋位, 跟着, 第二呢, 就是帮你屈一屈, 屈膝膝啊, 那些关节位啊, 腋位, 第三, 是拱桥了, 这些全部是帮到腋位, 和腋膝膝增强的, if you have mendicus tear, can I go back to normal gradually? yes, 如果不是 full tear的话呢, 肥膝有点少了, so if you have a partial meniscal tear, a lot of times, doctor may not say you need surgery, unless you have full tear, you just need to do a lot of rehab, to have the muscles around that knee stronger, so that you don't put as much weight onto your meniscus, 是可以的, 如果有 partial tear的话, 如果医生说你有个 tear, 那就建议你做那些微创呢, 那个就ok吗? ok吗? ok吗? 微创? 我知道, meniscal tear 是帮你处理一下 那个是arthroscope来的, 其实也要看回你年纪, 和那个 tear有多厉害, 在哪一个位置, 通常如果他要做手术, 成功率都比较高, 但是我不可以说, 每个医生都会做得好, 其实做完手术, 最重要是那个rehab, 当你真的做完手术, 就是帮你弄好那个 tear, 但是你做完又怕动, 很容易, 膝肚肌又会硬了, 又会痛, 最重要是做一些运动, 增强你的范围, 和别害怕康复期间, 可以动动的成分, 但是很多人做meniscal tear的手术, 都会大部分人痊愈的, 而且如果你知道要做的话, 你之前虽然痛, 都要增强肌肉, 其实你做肉之后康复期间, 是缩折很多的, Glucosamine是每个人的, 或者, 其实如果你是50岁, 膝肌可以, 没有什么创伤, 我都会建议你开始吃, 来吸收, 早点吸收, 和保护膝肌肉, 但是如果你开始痛, 或者已经损了很多, 你的身体吸收力, 或者没有那么好, 而且你其实已经伤了, Glucosamine未必有帮助, 这个也是要跟你的家庭医生商量,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Glucosamine, 不知道会不会对你其他药物, 身体有没有冲突, 但是如果你是健康, 吃起码可以保护, 因为始终我们吃这些, 就是补充剂,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用,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希望是可以帮我保护, 你已经有时, 可能已经太晚吃了, 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都会吃, 我已经开始吃了, 因为我希望保护我们的关节位, 但是我不会说不好, 而且每个人吸收不同, 有些人可能吃了, 真的不痛, 或者真的能保护, 但是有些人说, 吃了三四个月都好像没有效用, 关节更痛, 我就建议或者做多些运动, 吃的方便吸收好一点, 吃多些骨胶炎的东西, 鸡脚啊, 猪脚啊, 如果可以的话, 牛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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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鸡脚, 猪脚,牛筋, 牛, 那市面上都有很多时候, 有些 Liquid Collagen, 我看到好像, 那些有没有用呢? 身体吸收, 可不可以吸收到呢? 都是补充劑, 但是如果可以, 我通常都是说, 吃Liquid好过吃Capsule, 嗯, 我吃Liquid, 我都可以吃, 你知道乳干油, 我不喜欢吞这一粒粒的, 我都是吃Liquid那些, 吞吧, 但是我想, 吸收得快些, 因为如果你吃一粒粒很多东西, 身体要先破坏, 或者一半已经排除了, 所以吸收或者没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Liquid是要给的好些, 但是Collagen是, 最近很多人说Costco减价, 我没有吃Collagen, 都可以的, 帮银带都会有, 但也都好像说的, 你现在吃Collagen,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帮助, 因为希望你不要受伤, 或者有什么痛症, 我们也都不会照得出Collagen, 会不会增加的, 所以其实这些是补充, 我们就是希望, 我们吃了这些补充剂, 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有方法, 那些软骨, 或者那些Gel, 自己会不会生出来的呢? No, 会蝕, 通常是会蝕的, 但是如果一路做运动, 那些是不会自动生出来的呢? 它不会生出来, 但是我们希望它去补充, 我们的身体不会蝕得快一点,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身体有很多东西, 一流失, 就会比较差一点, 比较难再製造, 尤其是去到某年纪, 我们身体越来越差, 没有那个功能, 没有那个功能来补充, 是的, 所以我们30岁以下, 就希望补充自己, 尤其是女人的更年期, 我们就蝕得更快, 我们自己就是做事, 补充, 让我们的东西没有蝕得那么快, 请问有一个UC2那种是有什么帮助的呢? 如果是Joint Health的话, 或者都会可以的, 其实很多补充剂呢, 最初是看成份的, 比如说你有些No Name, Generic, Jameson, Weber, 其实我们选择哪个牌子, 是不是? 他差不多大约, 如果成份是差不多, 你其实哪一种都可以的了。 是, Dr. Choice, 我想问一问, 有时候上了年纪的人蹲下, 一会儿就好像很困难的起身, 那这些是否他的膝头有问题, 还有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呢? 通常是弱的, 肌肉弱的, 是的, 因为, 如果我们屈的话, 我们的肌肉差不多叫做Lock死了, 它没法子弹起身了, 就是我们那些肌肉的能量不够强, 帮你有那个弹性, 像你屈手那样, 你有时候屈屈一下, 为什么好像睡觉呢? 你屈直也很难, 因为你Lock死了那个关节位, 那些肌肉呢, 也都Lock死了, 没力了, 所以, 你蹲下的那些呢, 不是说关节, 其实不是关节, 大部分不是关节的问题, 是因为你的肌肉呢, 锁了, 也没有弹起身, 如果你的肌肉有力的话, 就很容易帮你抬起, 这就是大头肌的肌肉了, 可以做一下扎马, 和那些擦拳, 上下上下, 连击的肌肉呢, 就是跟弹的那些位置, 那你蹲下, 你就是想你的四头肌, 那个速度快, 它就会用力带起身, 所以蹲下, 其实不是说是膝头的问题, 是因为肌肉弱 好的 没有痛那些就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蹲下起床的时候有点痛那些 算不算是有些问题? 是的,也会有的 好的 始终膝蓋的正确是值得的 如果你骨膝蓋 好像有些人躲下抹东西 弄到膝蓋的位置 都会有一些伤害 就是增强你的肌肉 那其实会帮助 起码用多些肌肉力 不要用那些关节力 Plate Rich Plasma 对 It can help with the knee joint 我只懂得几个病人做过这个 就是Plate Rich Plasma 不是很多人做过的 那可以有帮助 看看你的身体会不会吸收得好 这个问题 亦都是这个问题 通常是给家庭医生 知道你的整体的情况才知道 那什么是Plate Rich Plasma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中文怎么解释一下 等一下 我要翻译了 怎么解释中文呢 Plate Rich Plasma Plate Rich Plasma 是你的血里面那些 血板 你身体的差不多是血板 就是血板球 就是这样的 亦都是一个 打入关节位 来增强治疗 我们身体有很多血板球 来推荐治疗 那它就是 打入某个关节位 其实帮你增强 一些白血球 增强一些白血球 让它康复骨头得快些 通常是很多时候 运动员用多些 因为这些好像要付钱 才能打 那跟其实需要打针 下去的那些 有时候是没有 在缓教之前 它又说会打针 是否会打那些 缓教之前 即是未缓教过步 缓未缓教过步 某个医生 其实是做不同的方法 如果打针的话 他是不是打 让你试试 其他的方法 先做手术 还是准备你做手术的程序 如果准备打针进去的程序 通常是打什么进去的呢 这些可能是逆 通常是那些月 来看看可不可以帮你 降起膝蓋 它继续多久的 每个人继续不同 有些人几天 有些人几个星期 有些人几个月 有些人无效都会有的 会不会一直打下去都可以呢 都不用缓教呢 通常不是的 因为如果你打无效的话 医生不会说强行叫你打 而且有时候这些液体 会对身体有负作用 哦 OK 它是打什么先 有些东西会对你的身体有负作用 OK 就是尽量做好不好打进去 如果你的膝蓋疼 如果不想做手术 或者你是有机会做手术 你可能要试试打一下这些东西 因为如果你真的痛到受不了 或者忍受不了 你可能想打一下 看看能不能减轻的嘛 那你要奉猎那些优优和优优 请讲 我想问一下 有些人说打B12下去 那其实B12用来做什么呢 是维他命来的 帮你也推荐治療 有些推荐治療 但是比较少些负作用 那口服可以吗 B12 对 B12好像是一粒粒的 是吗 可以 是可以 如果你想有的时候 那些人或者你吃了一些补充 某些位置吸收不到 如果你的自然医生 它都有这些针打的 就是直接打到一些关节位 希望推荐治療 让那个关节位吸收一些营养 即是吸收得快一点 因为如果你吃一粒粒 你不知道那些营养去到哪个部位 去到你的胃啊 神啊肝啊 或者这个肌肉啊 这个关节 未必去到你真的痛症的位置 来增强它那个康复的程序 那B12打呢 是可不可以对你的 meniscus care care 那里有帮助的 这样也是每个人 好似说的 如果你打和我打呢 或者你吸收得好 我吸收得不好 但是如果吸收得好 也是一种保护 是一种保护 但是比较多吃点蔬菜 就是蔬菜 好啊 那下一次呢 我们就决定了10月22日 又是1点半 我们会说 宽关节 腋胃痛坐 说一下 有什么情况影响到 很多人我知道现在 少做运动 比较身体辛苦一点 很多人都受到 就是退化性这个位置 更加多 但是我都会可以说一下 就是换宽关节 那些位置的程序 一些些 那这些是我 懂得的那些 那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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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有好几个病 今年做过手术 宽关节位 现在有很多问题 就是 我们有旧式的换架位 或者伸式 我也可以说一下 这样东西 那最重要是 做一下 拉筋的运动 通常宽关节 是要拉筋多一点 多个增强 因为我们的宽关节 已经受了很多人 常心的力 坐也是受力 站也是受力 所以教一些 适合的运动 来帮你 保护关节位 因为减少了这个范围 尤其是现在坐多了 摩斯更加快 我们就希望不要去到做手术的地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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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 吸收 用 把 �份 放下 atos